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用 Canon 鏡頭 怎樣用 Leica 鏡頭 Hello 大家好 我是 Frankie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譬如說你有一部 Canon 的相機 你又覺得用 Leica 鏡頭 拍出來的效果是真的很吸引 顏色、立體感各方面都很棒 那怎樣用到呢 兩部相機是不能放進去 那怎樣呢 其實很簡單 有一個叫Adapter 可以放進去就能用到 像現在這個這樣 放進去之後 再加上 Leica R51.4 50mm 1.4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可以用到 還有 它因為有電子接點 這個有電子接點 這個有什麼作用呢 會讓相機知道 對焦準的時候 會有發出聲響 還有一個小緣點 讓你看到的 對焦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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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就完成了 現在看看 對焦各方面都很正確 對焦準時 我們現在就開始看 這部相機 其實是安裝了第三方的 Frameware 這就可以很靈活地操控這部相機 現在你看到Live View 比如說我想對著 這個Model 我半暗一下 這個Shutter 它就會放大了10倍 對焦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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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拍攝 就可以了 這就可以了 其實看這張照片 很不錯 對焦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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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試一次 好像都是類似這樣的 是一個方法 相機和鏡頭 跟大家介紹過 接下來我們想看看 這些相片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現在帶大家看一下 Canon 相機 配 Leica 鏡頭的效果 出發 相機和鏡頭看完了 現在看看 相片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這個第一張是當時也是在店鋪 白平衡也是用了自動 看到氣氛和顏色的自然度也很強 這個相片是不錯的 接下來是當時試鏡 對上招牌 看到精準度也很高 到下一張 只剩下近一點的模型 看到衣服的顏色是藍色 就真的出了藍色 色彩還原也很高 細節 以及槍的金屬感也很強烈 這張是用了一支35 2.8 光圈的鏡頭 其實也算是4000元左右 一個便宜的鏡頭 在戶外的環境 在海邊 看到一些青苔生在石上 就覺得挺有趣 剛剛有一個背殼 在那裡爬在頂上 拍出來的感覺就很漂亮 因為R鏡頭 近對焦可以去到很近 弱目是0.2至0.3米 這個距離 這個是在香檳分店拍的 當時用了一支R-81.4 相對來說 人像鏡頭 比較大光圈 看到一個背景是很鬆化的 融化了 主題是相當突出的 紅色和綠色 更加顯得是搶眼的 這些細節的 這位是看得到 才坐的 好交代得很好 就連一個小眼珠 這個立體感都看得很好 很好 這個當時 是用了一支R-52 這支鏡頭其實也是一支不貴的鏡頭 大約是 這支是 四千元左右 這支是第二代 這支是比較方便 這支是比較方便 可以對得很近 現在我看到 跟之前一支R-52 都相約 約是0.2至0.3 這個範圍 那 看到其實 當時 是晚上 雖然下雨了幾天 真的很悶,所以隨意找到一個目標 拍到的效果也很漂亮 街上的街燈,反射過玻璃窗 以及玻璃窗上的水點,層層疊疊 營造了的感覺很燦爛 這也是同一個環境,我要拍一下水點 水點的立體感雖然水珠是沒有顏色 但因為受光的角度有不同 所以看得到水點的形狀 要放大一點點,看得到是很細緻的 這個是在大電影中 大約坐在中排位置 用一支180mm 2.8mm的鏡頭 看到演員的衣服、顏色、細緻 甚至乎化妝等 各樣東西都是很細緻 交代得很清楚 雖然HISO有點高,但有比較多的聲音 這也是用了52代的鏡頭影 當時陰天、下雨 都看到地上濕 但看到模特兒穿的旗袍 其實都 立體感都很強 哪裏是摺埋 哪裏是針線位 那些 都看得很好 尤其是紅色的 色彩還原是特別 特別出色的 膚色亦自然 這裏是同一環境 特意拍攝地面 光線的反射 感覺 這裏 它對光 因為鏡頭的 對光的敏銳度很高 這裏可以很仔細地記錄下來 對於一支幾千元的鏡頭 這裏的表現 絕對是收貨 這裏是較早遲 其實這裏是一部 5D2 加了R鏡的352 第二代的鏡頭 那 它油的油 可能有少少螢光 當時吸引了我 去拍一拍 因為我覺得反差很大 拍出來的效果 就跟我眼睛 是非常接近的 這裏都是同一支 R鏡的352 光圈的鏡頭 雖然是一個 公園仔 一些普通的葉 但我拍過去 就是個度 看到是很 滑滑的 很自然順滑的 慢慢的變化 營造的氣氛是很吸引 雖然全部都是綠色 但綠色方面 它的層次很豐富 變得你看到的距離感 和變化 是很漂亮的 這裏只不過室內的環境 都是用一支 352光圈的鏡頭 那 這個完全 佛珠 這裏 不應該是蜜蜜 它是比較 光身 亮面 很柔潤的感覺 我發現這裏 這麼柔潤的感覺 其實是否可以拍到出來 原來真的可以拍到 那個感覺 完全 整顆 整顆 好像油膩的 看到 這裏 這也是 352 看到 主題的人物 衣服 面容 膚色 都很自然 雖然這張照片 當時 缺了少許 應該說 縮了尺寸 這裏 這是一個 軍事博物館 看看 一個飛機 看到 飛彈很可愛 剛剛 拿了這個角度 去拍攝 看到 挺有趣的 這裏 這裏 就是 在澳門 那裏 看到 有些 可以把自己的照片 弄在一個玻璃上 在下面 打燈上來 看到 相片的效果 那裏 氣氛 當時是挺漂亮的 但這些效果 其實 算是很難拍的 但我亦都猜不到 拍攝出來的效果 是 跟眼看的 是非常接近的 那這裏 也是在用 5D2 這裏 看到5D2 的相機拍出來的 那相片的 介紹完了 其實我們定時 會有 攝影器材的 介紹 那如果你有興趣 歡迎 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 按讚我們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我們